台湾温暖潮湿 适合蛇类繁殖 每年都有超过1000人以上 被毒蛇咬伤 清明节扫墓记组 留意草丛毒蛇出没 万一被咬伤了 最好能记下毒蛇特征 供医师诊断参考 不要太过度运动 让患之低于心脏 避免毒液产生一个 迅速回流的动作 大部分2到4小时之间 就会开始出现症状 还有样虫病 也总是在4、5月明显增加 每年7、8月达到最高峰 在清明节之后 病例数会增加 而且这些个案 都很明显有野外活动 根据统计 全台各县市都有样虫病例 其中又以澎湖、台东、花莲、金门最多 样虫感染病情可轻可重 有人只有皮肤交加 但也有人影响到免疫系统 致死率6成 因为基本上这个立刻刺体 它会攻击我们人体的这些血管 那血管之后 这就会造成一些扩散 它就整个这个菌啊 病原啊 就经由血液啊 或是你们把它扩散到身体 外出活动尽量穿着长袖衣裤 手套长靴 不要裸露皮肤 离开草丛之后 最好尽快沐浴 换洗全部衣物 避免虫舌感染 大爱新闻综合报导